大家好 我是大齐子 前两天我们回家 换了车打了疫苗 然后一刻都没有停歇 立马就出发了 我们今天是准备从石家庄直接到天津 我们从石家庄到天津第一站 就会经过苍州河建 之前有很多朋友问我 河北的特色美食都有哪些 也有朋友问我 我怎么还不去拍一拍河北的旅游火烧 其实旅游火烧确实是河北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美食 但是在河北呢 旅游火烧又分为保定旅游火烧和河建旅游火烧 保定旅游火烧它是圆饼 河建旅游火烧它是肠饼 今天呢我们来到河建 就去尝一尝正宗的河建旅游火烧 现在在我面前有两家驴游火烧 一个是写的火烧驴肉 另一家写的驴游火烧 我还是选这家我熟悉的驴游火烧吧 驴肉火烧好不好吃 火烧皮是一个关键因素之一 揉好面之后把面拉成长条 涂上油之后再折上两折 然后拿擀面杖擀好 放到平底锅里边开始烙 温度不能太高 等火烧基本熟透之后呢 就把它放到平底锅下面的炉灶里边 这个炉灶是特制的 像是一个架子 把火烧皮架在这个架子上 既然火烧能接触更高的温度 又不至于接触明火 烤好的火烧又酥又脆 特别好吃 把切好的驴肉混合辣椒 加入到火烧皮里面 一个驴肉火烧就完成了 我们是要了三个焖子肉的两个驴肉的 这个饼看上去就特别酥脆 所以你一开始吃到有没有 这个驴肉给驴肉 这个驴肉活到小驴肉 这都是这个驴肉 它是咏肉的 在平底锅肉 它是咏肉的 但是它的肉比较柴 没有味 这个火烧味道不错 就是个儿不搭 我之前在河庄吃的那个火烧 个儿大概是这个的二倍吧 这个焖的肉吃起来有滑油味 它这个驴肉给的还挺足的 到这个饼的底的还有肉 我们两个人是要了5个火烧 两碗汤 一人吃了两个半火烧 吃完之后感觉并不是特别饱 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正宗的味道 确实是不一般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 拜拜